很多的學生都有數位學生證悠遊卡 在台北市這樣的卡片大概有67萬張左右 但是算一算其實統計結果 平均每個月都會掉了有6000張左右 那一試怎麼辦呢 就要去辦掛師嘛對不對 但是有學生就投訴說很麻煩 因為你要透過學校找到老師 才能夠辦這個掛師 要是碰到下課啦 假日週休啦 或者是寒暑假 現在放暑假找不到老師的話 悠遊卡不見了就沒有辦法辦理掛師囉 很多學生都會辦這種學生證結合悠遊卡的功能 它不只可以讓你搭捷運還可以去買東西 不過最高儲值1萬塊的這個卡片 如果不見的話怎麼辦 台北市98年度共有67萬張數位學生證悠遊卡 今年每個月平均遺失將近6000張 不過民眾投訴如果悠遊卡不見的話 卻不能掛師 如果是有記名功能的悠遊卡 本人可辦理掛師 但掛師6個小時內金額損失風險 自行負擔 不過如果是學生用的 數位學生證悠遊卡 醫師的話本人不能掛師 得透過學校註冊組聯絡老師拿到卡號才能鎖卡 也就是說學校下課假日還有寒暑假 找不到老師通通不能掛師 為什麼不能像信用卡一樣掛師 然後這樣就不會被倒刷怎麼樣 然後東西就不會說不見 可能都已經被用完 然後再聯絡的話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難怪學生們罵翻天 因為難道學生證悠遊卡不見了 還得挑時間 不然損失自己 認賠嗎 基於當初保護學生的個人資料 所以當初做了這樣的設計 保護學生個資 所以掛師得這麼麻煩 但難道不能和悠遊卡簽合約 學生個資僅限掛師能使用 或者是家長同意下 悠遊卡遺失可由學生自行辦理 簡單的權宜之際 悠遊卡公司難道不知變通 這就是黃明俊的家園台北採訪報導